好 各位朋友 目前在明泉溪路上面 挖繩蛇外頭 來買鼻炎藥 鼻炎藥跟止痛藥 因為家裡面都吃完了 然後又忘了好幾天 今天要趕快來買 目前是4點42分 那我才剛上線 因為我是先來買藥 然後才上線 各位朋友 一百塊 殺不會金站店 開市單一定要接 而且又是Subway Subway當然要接好朋友 那我要去金站Subway去取餐 一百耶 還不錯 不過有點遠就是了 這個收縱加起來快四公里 沒關係啦 開市單又是好朋友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銅山街跟青山南路的交叉口 那我剛剛就是總共送三趟而已 因為有一趟呢 這個客戶讓我等個十分鐘 等到倒數計時都要結束了 客戶才衝出來 這樣子 然後喊這裡這裡這裡 喔 太昏倒了 所以就有點浪費了十分鐘 這樣子 那麼現在 5點50分快6點 那我今天一樣是打算往那個 東區啊 長安東那邊跑跑看 這樣 就跑昨天的區域啦 這樣子 再去把它跑一跑 看看有沒有一些比較漂亮的單 這樣 不過其實我今天 這三趟取的單的價位都還不錯 因為一直被別人拒單 我可以過馬路 我先過馬路 那我今天取的這三趟都是被人拒單的 這樣 所以它金額會很高 這樣 那三趟是229塊錢這樣 痾 痾 其實我認為是晚一點 應該這個 司機都會上線 那 可能這麼漂亮的金額就不會有了 所以那我是想要 往這個中央動物三段 這個紅區去走這樣 也是昨天的位置啦 這樣 喔昨天晚上位置 反正我昨天就會往那邊帶嘛 喔那我就慢慢晃過去 前面是這個北科大 痾 對北科大 我先往北科大那邊去晃晃看 看看那邊有沒有單 這樣子 不過那邊不是紅區耶 有點猶豫 這樣 好啦沒關係啦 不過現在很渴 我得先去找便利商店 去買水 這樣子 喔今天也是很熱啊 各位朋友 好啊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 建國北跟巴德路的交叉口 喔那個 那個熊貓帶著小朋友在送 啊也是辛苦 好啦 那我現在6點39分 我已經跑八趟了 喔我跑八趟 講那 我打算 因為這也是巴德路 那我打算到旁邊 我的這個全聯 還有這個 那個是大論發 去等等看 好像 欸全聯大論發 也算是 呃 票房保證嘛 欸我接到了 OK 我接到了一個碟單 哇哈哈 說剩5.2公里啊 144塊錢 哎呦我的媽呀 送到和平東路一段 哇好猶豫啊 一單70塊 好啦我接 我接我接我接 喔 各位朋友 像這個我會 這我就接啦 因為這路算 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喔除非這種太莫名其妙的 那我可能會想要放棄 那這個我看看 剛剛看了一下 我覺得還可以 好啦那我要準備去收送了 好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新生南路上面 我剛剛送一單到聯雲街裡面 啊 那目前已經完成13單 啊 現在時間是7點36分 7點36分 那麼今天的這個 呃送餐速度 有比較緩慢一點 為什麼呢 啊 因為齁 啊 剛剛呢做錯事 啊 接了這個 兩單齁 就是這個疊單齁 144塊錢的 就5.1公里 啊 反正想說呢 這個路程啊 都走直線 應該還好 沒想到這個店家有點拖餐的問題 欸 我單到啦 我單又到了 我先看一下送哪邊齁 哇 要往長安東路二段走 接 啊 那 其實大家 剛剛有看 聽到我講 啊 要往長安東路二段走 會接 是因為我想要再回到 啊 長安東八德跟 復興 啊 復興北那個區域 這樣 那既然有這個機會 那我就 當然要接囉 好啦 那我現在要過去取餐了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長安東跟 就是 呃 什麼 喔 遼寧街交叉口 我剛剛送完手中 最後一單到旁邊的巷子裡 今天跑了18趟 現在是8點31分這樣 啊 不知道是不是會在那邊斷單 反正我就在那邊等 等個5分鐘 這樣子 啊 有單的話就繼續接這樣 那我是希望能夠至少跑到20趟 喔 因為這樣子呢 我的這個 燙獎 喔 我的這個燙獎 就比較有完成的可能性 喔 這個是 五六日一的啦 這樣 五六日一嘛 就 試試看喔 努力看看這樣子 好 那麼我就 等個五分鐘吧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全聯 全聯 在哪裡啊 全聯 中山豬輪店的旁邊 我剛剛送兩單到這個巷子裡面去 所以我現在20單了 喔 20趟 算是有達到我今天的趟次目標 現在是8點59分 呵呵呵 那我想 反正 啊 接下來就 就涼涼的跑啦 就順順的跑 啊 我打算 就是 啊 在這邊先等個五分鐘 啊 要是沒單的話 我就慢慢的 回這個 四零的方向 慢慢的 騎回去 這樣 因為今天的目標 達成了嘛 這樣 呵呵 其實目的是 20趟 喔 不是十進300 十進300是確定是沒有做到 呵呵 才 一一三億元而已喔 今天就是 其中一趟 做錯誤判斷 要是那一單我沒有接的話 就沒有浪費那個時間 我沒有想到那兩單的店家 都延遲 這家的那個時候 剛好又 呃 我人在這個建國北路巴德路這邊 比較塞車 所以它秒數會比較長 喔 這秒數將近 快兩分鐘喔 我的天啊 啊 一分半啦 一分半鐘 所以就在那邊卡 雖然我騎腳踏車 但是還是卡那個秒數 我就覺得 那一趟 唉唷 單來了 真主單遼寧店 送到松山啊 街啦 40塊好便宜喔 好啦 因為很近 因為很近 好啦 那我去接單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慶城街 剛剛送一單到旁邊的巷子裡 那目前是9點22分 我已經跑了22趟 意思是又多了兩趟 多了兩趟 那麼 剛剛那一趟呢 客戶 客戶送一塊那個 厚片給我吃 因為那個真主單 的那個 Key錯了 這樣子 那 他只買一份 結果真主單 結果Key了兩份 然後等於是 他拿到兩份 然後他說他一個人吃不了那麼多 然後他就送一個給我吃 這樣 呵呵 很好的客人 這樣子 好 那麼 我也覺得那真主單是蠻有趣的 因為他們手上一堆單 喔 他們來不及做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剛剛我去的時候 就我家另外一位司機在等 然後我走的時候 又來兩位司機這樣 然後 但是我剛在等的時候 我其實看他們的東西做不太出來 齁 就有點手忙腳亂的狀態這樣 滿有趣的啦 這樣 不過好像今天晚上我到幾個地方 好像都這樣子 像我剛有去一間雲端廚房 在長安東路 啊不是 巴德路的加油站的旁邊巷子 這是巴德路 這是市民大道 然後巴德路這邊有一個加油站 然後從巴德路往市民大道方向走的巷子 有一間雲端廚房 哇那也是忙翻了 剛我去的時候 包含我七個司機在現場等 呵呵 超有趣 好啦 那麼現在是9點24分 我現在其實是慶城街 然後靠近民生東路三段這樣 其實我現在是覺得 決定啦 不是覺得 決定就是慢慢慢慢 我就往 這個大直方向騎齁 大概就騎回40去了啦 這樣子 因為其實現在9點24分 在這附近應該是沒什麼單啦 這樣子 不過 反正順其自然啦 我是覺得順其自然啦 有單就接 這樣子 好啦 先不廢話啦 各位朋友 我在龍江路跟明泉東路的交叉口 那我現在是已經下線了 我們現在是9點54分 那我後來就沒有再增加燙數 一樣是22燙 後來都沒有再增加 這樣子 所以今天晚上大概就這樣子啦 剛剛在慶城街那邊 這真的是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在那邊等實在是有點瞎 所以我後來我就往那個慶城街1號那邊去走 就是中校 不是中校 南京復興站那邊 結果還是沒單 然後看到一堆Uber跟貓都在那邊等他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吧那就算了 因為既然大家 看到大家都在路邊等 那應該現在差不多是斷單時間 這樣 所以那我就決定就直接回家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我們明天繼續吧